今天要去一個人家吃傳說中的一瓶鍋 一瓶鍋是林寶菜裡面最高工的一道菜 它是十幾道料給它淋醉一鍋 但是十幾道都要分開處理才給它做一塊 豬腳、火腿、雞腿、豬肚、鴨蛋、白菜、筍子、金條、蛋餃 是幾樣啊? 然後都分開然後準備 我剛剛講的分別燉 燉完之後再把湯匯整 是喔?這樣做這一段要多久? 兩天吧 家才買三天 沒有啦兩天啊 雞腿是後來改良的 本來是一隻雞 媽媽是用整隻雞 後來改雞腿 腳跟火腿是不一樣的部位 媽媽是哪裡人? 林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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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早期的酒家菜 如果要加點一瓶鍋 就要拿早餐餐 比如說以前的鋼山樓 一瓶鍋都是他們裡面的一道非常重要的招牌菜 這段由林寶人的媳婦來做的 但是他其他的菜也是很好吃 不過如果聽到一瓶鍋 這樣就天下無地了 這樣就要親自來 我是跳聲 看我 我喜歡 中文字幕——YK